周是历史上岁数最长的朝代 国座825年 有分西周和东周 那这好好的西周咋就变成东周了呢 就只是烽火西周猴闹的吗 这事啊 咱还得从头说起 这西周一共有12个王轮番上岗 首先 武王挂了成王上 成王挂了康王来 这仨人整得挺好 大家日子呢 也都过得不错 出现了成康之志 是西周的高光时刻 可从康王的儿子昭王开始 西周就有点能动手 就别操操那味了 怎么回事呢 因为张王也想像父辈那样 正光瓦亮 所以整天想着去南边搞开发 这年轻人说干就干 于是就嘎嘎嘎 跑到湖北大干一场 却把自己干死了 接下来他的儿子慕王 有两大特点 一 号战 把什么犬戎昆仑徐国打了个遍 二 旅游 酷爱出去看世界 作家就是著名的慕王八郡 这一边打仗一边还高消费 很快就把国库给造了个金光 没钱哪行啊 于是慕王就可劲搜刮老百姓 来充赢国库 正所谓负债子还 慕王消耗了大量国力 等到儿子贡王时 为了犒劳功臣 只能将都城附近的土地 分封出去 导致周的王权开始流失 趁你病自然有人要你命 外围的人什么戎啊 敌啊就没消停过 时不时招耳下中原 甚至把这贡王的儿子 义王打得搬到了犬丘 外敌入侵 那周就得靠诸侯们防御 所以从前各位诸侯 想见周天子 还得预约脱关系 到了遗王时期 他还得亲自下去 请诸侯帮忙 这日子混得又 混成这样 自然就有人不服气 想要重振祖先雄风 遗王的儿子周立王很厉害 纳武一直吓得诸侯王们 瑟瑟发抖啊 其中楚王最夸张 直接吓得放弃王位 以表人畜无害 可这立王祖宗好几代 一直在讨仗 国家哪经得起这么折腾啊 可立王不管 只要自己够用就行 这树啊水啊 只有自己能用 老百姓当时就不干了 反 立王死后 儿子宣王雄心勃勃 想要搬回局面 一开始的确不错 重用人才啥的 搞得大家都以为 周朝要王者归来了 结果只是昙花一现 因为呀 他老了以后 耳根子极硬 听不进去好来话 我不听 晚年还一直难争北战 结果老吃败仗 又只能去民间搜刮 所以其实幽王一上岗啊 这周王是已经摇摇欲坠了 加上幽王也是个逗逼情种 跟他说什么王权富贵都没用 他只想跟包四涌相随 为了讨好包四 除了著名的烽火系诸侯 还违背了周朝礼法 把原来的王后和太子都废了 把包四母子双双扶正 这下惹毛了王后的爹 国杖深侯 于是他联合外敌 把幽王杀死在丽山 然后就离太子激旧为平王 而此时的京都浩京 已经被连年的战争 折腾得不像个城 那就一路向东 迁都洛邑 也就是如今的河南洛阳 就这样 宫州开始了